2019年10月趙紫陽夫婦安葬在北京昌平天壽園墓地 今年是趙紫陽夫婦落葬後的第一個六四紀念日 今年1月趙紫陽去世15週年幾日 該墓園的門口已安裝有身份證拆靠裝置 進出墓園也要拆身份證進行登記 在通向趙紫陽墓地的區域設有施工標誌的圍板 禁止任何人進出 圍板後則裝有一個監控攝錄機 有墓地的工作人員表示 幾日前他曾經過趙紫陽墓地附近的路段 還暢行無阻 據報在6月3日當局已開始對墓園周圍進行安保工作安排 在墓園停車場有一部警車未熄火長時間停靠在一邊 車內幾名警員十分警惕 對過往的車輛同行人都要仔細打量一番 墓園管理方在墓園門口還設立了一個直班台 兩名執勤的保安要求進入無緣者 持身份證在門口的拆卡機上進行人簾識別 今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1週年 本周全球多地都在這裡紀念六四事件 香港支聯會原計劃按照往年的傳統 於6月4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萬會 6月1日下午警方以集會違反所謂的限聚令被支聯會發禁止公眾集會通知 支聯會已經做好準備 如果今年的集會不獲批就改為網上集會 6月2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推文 大屠殺行存者 而美聯社引述一名高級官員的話證實 這項活動如期舉行 但並未透露與會者的身份和討論內容